大家看这两个视频 是不是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呢 别看身材和样貌几乎一样 实际却是不同的两个人 甚至都不是亲姐妹 没有血缘关系的那种陌生人 他们都是抖音上舞蹈领域的创作者 泡泡匠是四川人 粉丝有130多万人 而Sindy是江苏人 粉丝有近900万的人 二人跳舞的风格都是一样 都会选择 网络上的热门舞蹈来跳 几乎都是秀大长腿秀身材 戴着黑色的口罩跳舞 而他们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视频背景了 泡泡匠的背景 几乎都是他们家的墙壁 而Sindy的背景 则是不同的室内风格 由于二人在打扮和身材上面 几乎一致 都喜欢戴着黑色口罩跳舞 发型和眼睛甚至都出其一直 致使很多人 甚至都以为是同一个人 或者认为是一个大号一个小号 然而直到大家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才知道不是同一个人 由于戴着口罩 身材又那么好 以至于很多人贵求他们的真实面貌 泡泡匠比较喜欢直播 也只有在直播的时候 他才会摘下口罩 让人一睹口罩封印下的颜值 不过 他也没有让人失望 长得很美颜值确实高 唯一有点奇怪的是 明明这么高的颜值 而且还是露脸的直播 结果看直播的人却很少 直播在线人数最低的时候 甚至只有几百个人 真是让人有点意外 而Cindy别看他粉丝最多 但是他从来不直播 甚至表示不会开通直播 以至于想在直播中观看他颜值的人 大失所望 不过他自己也发过露脸的视频 还好没有让大家失望 据了解他还是个二次元博主 平常也喜欢cosplay一些动漫角色 相信如果他也开直播的话 在线人数肯定会超过泡泡酱 如果同事看他们二人的跳舞视频 你甚至无法分辨出到底谁是谁 至于看了他们二人真人照片 谁更加漂亮 更加受欢迎 究竟孰强孰弱 相信大家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那么你更加喜欢哪个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